好感谢 沈云太太难掩内心压抑的情绪 因为她的先生五年前 遭索马利亚海盗绑架 判了一千八百多天 如今丈夫沈瑞璋终于能够回家了 好感谢 沈瑞璋已经 威哥独四甲的女传婚 独四甲以及她团队 出钱处理帮助我 相隔五年透过荧幕 这是沈太太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丈夫 要拿出良心 救救我们这批 善良的老百姓 看着手机里翻射的老照片 沈瑞璋瘦了一大圈 台湾红市之位 台湾人权协会 台湾善良的老百姓 你给我们看看 台湾老板洪高雄做的事情 他就是被索马利亚海盗掳走的 台湾籍轮机长沈瑞璋 站在后面整排武装分子 手上拿的是火箭筒 他依然要为其他船员谋身录 蹲在地上的都是沈瑞璋的船员 他们的船在2012年3月26号 被索马利亚海盗挟持 原本有29人船长 轮机长都是台湾籍 2014年各方筹措赎金开始营救 终于在2016年7月进入营救最后阶段 而他们在10月22号获释 将在近日返回台湾 他能撑到现在 也很不可思议 叫我们不要担心 他虽然有胸痛 但他觉得叫我们不要替他担心 激情波折 经过了5年 在各方协助下 台湾轮机长沈瑞璋 终于能够回家了 这次约统统统统统统 台北报导